我首先先請柯文哲閉嘴 柯文哲是 我說實在話 同樣北高市長 對大陸的態度 韓國瑜急笨 跟我完全立場不同 不過我認為 在我的眼中的韓國瑜 在大陸政策上面 他是真小人 柯文哲是偽君子 所以偽君子先閉嘴 兩個原因 柯文哲自稱墨綠的出身 他是獲得綠色跟中間選民 年輕朋友支持上來的 我認為他不應該沒有 台灣議事 國家觀念 那個第二點 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 柯文哲 你先把首都台北市治理好 這才是你分內的工作 他不要撈過界 大陸政策兩岸問題 不跟你台北市長的事情 柯文哲閃邊去閉嘴 你這樣子會讓他 想要參選2020 他家的事 他的權利 我再一次講 柯文哲一定會選 但是柯文哲一定選不上 慧玲剛剛講說 美國人可不可信 說實在話 我們都不曉得 但是我倒是先跟你探討一下說 那大陸可不可信 我拿蔣經國先生 他在1979年講了一段話 蔣經國先生說 他說中共不守信用 任何期待中共 說在台灣跟中國大陸統一之後 中國還能讓台灣保留 獨自的社會經濟制度 他說這是一種奢望 他說大家不要 他說這是一個不屆實際的想法 他說中共是不講信用的 所以蔣經國反對一國兩制 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他講很清楚 大家都知道蔣經國反對一國兩制 所以蔣經國很清楚 他已經跟我們講 還有大家不要忘了 我們台灣經濟這70年來 發展經濟成果發展最強的時候 不是在我們跟中共好的時候 是在跟中共還對立的情況下 我們台灣的經濟發展率最高 再來其次 我講一下九二共識 為什麼這個 我們不要再自欺欺 過去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欺騙我們就算了 我拿中共講的話好不好 中共1999年他們國務院 1999年國務院他們就講了 中共他講很清楚 他這一段講 他說台灣當局不敢公然 完全的放棄一個中國原則 只能借助於歪曲的兩會共識 謊稱兩會達成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 甚至說成是一個中國含義 各自表述 當時所謂台灣當局是指誰 就是國民黨執政 國民黨在呼籠 共產黨都不承認的東西 我們來呼籠台灣人 他還講 海協會他還講 當年國務院 海協會堅決反對台灣當局 就是說當時國民黨的執政 把兩會共識歪曲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很清楚 然後他還講一句最難聽的話 這一句是難聽到一個經典 他說國民黨當局這樣子做 他說充其量 不過是一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拙劣表演 是欺騙台灣人民和國際社會的一種騙數 也就是九二共識 在中國來講 他說這是掛羊頭賣狗肉 是欺騙台灣人民和國際社會的一種騙數 這國務院就講了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把中共 跟我們台灣多數人都不接受的東西 還要繼續呼籠我們台灣人 說有九二共識 還有柯文哲 他問的這些問題 他是代替中共來問台灣 他沒有這個資格 我覺得台灣人要怎麼答覆 很清楚了 小英總統已經答覆得很清楚 已經答覆得很清楚 我們拒絕一個中國 跟一國兩制 就是這麼清楚 所以他也拒絕我們中華民國憲法 然後大家就是看著辦 我們中華民國憲法是一種憲法 他們有依然拒絕一國兩制 台灣就不能活嗎 台灣是要靠好 我跟你講一國兩制不是新東西 我們才能落活到現在嗎 一國兩制不是新東西 一國兩制從1982年到現在 已經很長一段時期 台灣都在 台灣都在 他講一國兩制 什麼美國活得很健康 跟我們台灣全家無關 台灣跟香港在國際的定位 在國家主權上是截然不獨 香港九龍是專給英國99年 台灣是當時被中國 永久放棄的國家 你都很清楚 你剛剛念的蔣經國那一段 就是蔣經國在回應 一國兩制的問題 所以不是只有在講香港 從蔣經國時代 就已經在回應 台灣一國兩制的相關 所以不是只有在講香港 不過我們要有建設性 還是這個問題 如果說不要九日共識的話 現在兩岸之間的關係 要用什麼方式進行互動跟交流 建設性的建議 秀吉 我再講一次 我認為建設性的想法 不是單方面由我們台灣提出 因為台灣相對於中國 我們是小 他們是大 國力我們是弱 他們是強 小的弱的在跟大的強的對峙的時候 我們小的弱的這一方 我們不能先讓步 為什麼 小的一方先讓步就是投降了 他大的一方還可以讓步 他還可以說 他還可以說我讓步 是我風度好 我有氣度 有風度 氣度 可是小的讓步就是投降了 所以我們是退遲一步 絕無實所 這句話也是兩個蔣總統都講過 司機議員 就查你剛剛那篇文章 1999年這篇文章裡面 中共是完全不接受九二共識 完全不接受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但是在2015年以後 開始接受了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講法 而且2008年 美國跟胡錦濤 跟馬來西亞這邊電話confirm了 就是說你們大家願意 一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來恢復談判 這個到底是我們讓步了 還是大陸讓步了 我很想知道你的答案 司康 我引清據點 拿出實際的 他說你拿的是1999年 你要拿出實際的憑證好不好 你不能說誰跟誰打個電話 每一天我們台灣上Coco 幾一通電話在打 你不能講那個空的 我拿出實際的 Coco說白話 2005年有那一通電話的 有 我要拿出來 我把他扣給你 這個真的有 真的有這個電話 有些東西 Google一下就有的 就是再要人家拿證據 就是秀自己的無知 我覺得有一個部分 是一代人做一代事 你不要打岔 不要打岔 請不要打岔 OK 不要打岔 你自己是對國家的領導人 小英總統 你用那種免理藏針的方式 請不要打岔 男子和大丈夫不要這個樣子 我覺得王議員對於馬英九 以及對國民黨很多人 也都在免理藏針 首先我們認為 針對於很多的證據也好 跟說法資料也好 一代人應該是做一代的事情 那個年代 有他們那個年代的時空背景 因為就像現在還有很多 比如說 我也不講名字 民進黨議員的父親 其實是共產黨員 那麼這就是一個 時代背景的局限 難道我們現在要去指的 那個民進黨的議員去罵他嗎 這其實也都沒什麼道理 那麼因為如果真的要談 時空環境不一樣的話 那麼蔡英文他早期也說過 未來一中就是台灣人民的選擇 蔡英文在當陸委會主委的時候 也說過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那一中就是中華民國 都有說過這樣的話 所以要道歉 民進黨應該先道歉 因為蔣經國至少 他已經往生了 他沒有辦法到現在做評論 但蔡英文是在現在的 他應該對他過去的表述 做出一個表態 不論是道歉也好 或者是什麼樣的說法 那麼再來就是 92年的這些文章是怎麼樣 其實真的不重要 為什麼 因為從05年以後 兩岸的關係跟92年的談法 一點關係都沒有了 你談九幾年的那些文件 可是在2014年 從2008年馬英九開始 兩岸就是一個新的局面了 正因為有過去8年以來的 92共識的基礎 所以才會有後來的馬錫會 那在那場會面當中 習近平給馬英九 也是秀出了中華民國的國旗跟國徽 讓馬英九講出了中華民國 大陸有沒有打壓 大陸有打壓的能力 但大陸卻沒有打壓 好 那麼剛才王議員又說 一國兩制是香港跟台灣沒有關係 既然沒有關係 可見得民進黨自己都知道 他是在欺騙人民 因為民進黨是告訴大家 一國92共識等於一國兩制 等於失去民主自由 但如果這個等號真的成立的話 那麼難道馬英九八年 接受92共識 台灣是沒有民主自由的嗎 當然不是 如果馬英九接受92共識 叫做失去民主自由 那麼我們怎麼還選出蔡英文 讓他現在來這邊執政呢 好 那麼當然我要到現在來講 就是在這個階段 我們重新去討論跟澄清 92共識的內涵 衝其量我們也只能夠證明 民進黨說謊 但是對整個兩岸的大局跟大事 其實沒有太大的意義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追問說 民進黨必須要提出替代方案 其實現在很多台灣年輕人 已經忘記了 為什麼我們會需要九二共識 是因為兩岸的官方 需要有溝通的機制 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東西大陸都是已讀不回 所有正式的交流跟溝通 通通都是中斷的 而我們也擔心 這樣的一個冷戰 還會再繼續的持續 包含大陸他可能 我們台灣對於大陸的貿易戰 整體出口 出口就佔了四成 會不會在其他經貿上面 大陸還會有其他對台灣的不利 或者是繼續壓縮 台灣人在國際上的空間 這些都是因為不承認 九二共識而帶來的壞處 最後都會影響到台灣人民 所以不能夠單純 只是向民進黨講說 我們就等著辦就看著辦 但是在你說看著辦的 這句話的同時 台灣人的權益 很有可能會持續的受損 民進黨告訴大家 我們一定要團結一致對外 但是從來沒有告訴大家 對外之後 然後要做什麼東西 是要打一架嗎 如果打也打不過的話 是不是還是必須要回歸 到談判桌上來談 然而到目前為止 真正必須要面臨的是 當大陸習近平拋球 說我們來談一談 兩制的台灣方案 這個時候 國民兩黨如果完全都不回應 其實有點可惜 因為畢竟會有台灣人覺得 我們應該要在 不放棄民主自由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還是要往前踏進一小步 不會那麼的躁進 但是我們必須要溫和的 去踏出這一步 我潛艦提出三個步驟 兩岸和平步驟 第一個是在野黨必須先提出 台灣方案的論述 論述內容之後再提 然後我們到大陸 去跟大陸來進行溝通 確認大陸覺得這個方案是可行的 沒有簽署任何的文件 這只是一個簡單的會談 覺得這個方案是OK的 然後在野黨的這個台灣方案 在台灣拿來當成2020年 總統大選的政見 供人民投票決定 是完全符合民主自由的 讓台灣人決定 如果這個時候投票政見 OK了選上了 當選之後 那麼就政府對政府 對大陸來簽署和平協議 逐步落實台灣方案的內容 這樣的一個整個條件 三個步驟 其實第一個 它符合蔡英文講的四個必須 也符合習近平所說的 這整個的方案治理 那麼對於什麼是台灣方案 我認為基本上可以分成 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就是不要再講什麼九二 什麼各表 同表 因為其實大家也聽不太懂 講最簡單的 就是我們承認是中國人 承認是中國人 基本上兩岸 我們就可以有各式各樣的 一個交往往來跟互動 然後台灣人當前的這些權益 基本的選舉權 言論自由權等等的權利 必須要能夠受到保障 因為我們必須鄭重的 告訴台灣的朋友 大陸從來沒有說過 要剝奪台灣人的 選舉自由跟財產權 這是民進黨不斷的 在去造謠跟恐嚇的 確保這個前提之後 到了未來 如果我們想要進入到 第二階段 一樣我們必須是透過 總統大選 或者是公投的方式 來加以確立 那就是兩岸未來 不論國旗 國號 或一個什麼樣的制度 只要保障台灣這邊 是能夠持續擁有選舉權 民主權 自由權 各式各樣權利的時候 兩岸我相信 共同創造中國人的最大福祉 這其實是一個長期的方案 而在每一個階段過程當中 只要能夠確保 台灣人的投票權是存在的 我認為這才是 確實符合台灣人的利益 也是符合兩岸 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